就是那个几个题目嘛 所以我们至少饭店管理 还有所属单位查询 那正规化的部分 那所属单位查询正规化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难度就比较高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原来的资料放的位置不对的话 那你就变成 你不能用那个V乱数去查询 所以呢 如果假设以后你要查资料 没办法查 没办法用V乱数去查询的话 那基本上 我是建议的 就是你把那个资料把它变成正规化 就是V乱数可以查的那个样子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就比较没问题了 所以上个礼拜我记得 这个地方 那个所属单位查询的 这个范例 那它本来的资料 长这样子 然后其实我们只是说 把这样的资料 你要转成两个栏位 所以尽量吧 以后你们要放资料的话 尽可能就是有那个栏位的概念 反正哪一栏放什么资料 哪一栏放什么资料 这样的话 如果你将来要用V乱数查询 就比较没问题 那只是说你要怎么样快速的把 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表格 转换成正确的表格 那规则应该看得出来吧 反正人员 所以当然如果假设你不会写VBA程式的话 就突发硬钢也是可以做到 但问题最好还是能够把这个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这个其实上礼拜是有讲到的 所以这个这个是上个礼拜的程式部分 那程式码其实云端上也有了 所以至于那个细节部分你们自己再花点时间整理一下 反正就是这个背后 有没有这两个按钮背后的程式 程式码其实云端上都可以找得到 然后如果假设你这边有的话 你要做V乱数查询就简单的 反正就是插入这个V乱数 有没有最近使用过的V乱数 然后呢找高明明这个人去哪个表格找呢 去我记得好像有欠一个定义名称吧 去单位表格里面查 就刚刚那个表格 然后把第二栏的资料 就是他的单位 第一栏是他的名字 第二栏是他的单位 然后要完全一样的 OK那就按确定 那向下填满 基本上就OK了 好啦所以大概这一题 就是上个礼拜讲到的 那另外还有一题就是那个什么 325这一题 人事分栏 那人事资料如果要分栏的话 一样这一题 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原来的资料 他没有办法让你做查询的话 那你势必你需要把它分开来 所以资料要怎么把它分开来 所以上个礼拜这一题还记得吧 325人事分栏这一题 然后主要我们就是 把那个B栏的资料 因为呢他的排列的顺序 跟我们要的其实不太不一样 因为你会发现 他就1234 有没有 入职时间冒号这个时间 然后一直到这个 1234姓名公号内部号码 那又又重复了 1234 1234 那我希望把1234改成1234 然后呢再来就是4567 891011 就一直往下 把它排列的话 那这个应该怎么做了 那基本上我们用了一些方法 当然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写VBA 不过写VBA难度比较高 那如果假设呢你今天希望呢 用 比较简单的方法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用了 不过这个地方如果假设用 Excel的函数的话 恐怕这有点复杂 为什么因为 我们会需要用index 那index的话呢 变成你要取哪一列的资料 所以你可能需要用什么 用column 所以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有那个 这个 这个什么呢 检视与参照里面的column 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的话呢 当然主要是抓目前所在的栏 ok 其实我们第一步 就是需要什么 先把那个 这个资料 其实325这一点 ok 就是先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表格 有没有就是1到32的表格 那这个1到32的表格 如果你产生之后 再结合index 其实就ok了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第一步 就是先用column跟rl 产生一个数字表格 那公式在这边 因为上礼拜有讲过 所以如果细节 假设你不太清楚的话 可以再把这个公式 所以就两个函数了 打勾之后的话呢 向右 向下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 把1到32的表格给产生了 那产生这个之后做什么呢 当然第二步 就是再把这个公式减下 再用index index的话 实际上就是要取什么 取那个你范围内的哪一栏哪一页的资料 所以index 然后呢我可以拿范围B2 Ctrl shift向下 B2到B33 然后呢我要取哪一列的资料呢 就把这个刚刚的公式贴过来 因为我要抓的目前应该是从第一列开始 123 4一直往下 然后蓝的话呢 就只有一蓝 因为这个范围就一蓝 那待会我们要向右向下 所以这个范围一定要把它锁起来 加一个 选起来之后按F4 F4之后的话呢 会增加前的符号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固定在这个范围不要跑动 OK 好了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向右 再把它向下 那理论上index就可以把这些资料 本来是纵向1234 变成横向1234 有没有 那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这个范围 的那个蓝位名称 有没有 前面太多了 所以我要怎么样把它去掉 去掉我最后其实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用mid mid的话呢 再配合len 就可以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有没有 把这个公式再减下 然后做什么呢 再插入一个mid 所以用文字的这个mid 当然呢 不一定只能用mid 如果你有别的方法 你其实可以尝试看看 那我只是想到最简单的mid 然后把这个公式再贴过来 那因为呢我要的是 路子时间冒号后面的资料 所以呢我用的就是去算一下 他的蓝位名称刚好是四个字 所以我用len算一下 这个蓝位名称到底几个字 所以取de 有没有 然后他给我四个字 那记得把e锁起来 因为他的蓝位名一定在第一列 ok 所以de的部分锁起来 然后要几个字 那我后面全要的话就输入99 哎 不对 对 这样结果好像 哎 为什么这边 是 啊 少加二了 有没有 就是要从 第四个字 然后在第五个 第六个字开始 所以记得啊 这边一定要加二 好 这样的话就取得什么 入职时间后面 有没有 哎 刚好留下我要的资料 那前面资料就不见了 好 按确定之后 那一样好向右 再向下 哎 有没有 这样的话就全部ok了 不过啦 你说如果要用什么呢 其他的函数 其实也可以啦 像我刚刚好 这个MID的LEN 你说 哎 是不是一定要用LEN 其实如果你不用LEN 哦 其实用FY函数 应该也可以啦 好 只是说FY函数的话 相对于LEN 我是觉得好像还是比较麻烦一些些 因为FY FY什么 FY那个冒号的位置 冒号的位置的下一个字 可不可以 大概可以啦 只是说 这可以再想想看 那我们这个地方 想到的其实就是尽量用比较简单的 这个函数把它完成 ok 所以这个做完之后 然后上个星期 最后就是再把这个什么 动作有没有 不过你会发现 上个星期 你看光函数部分哦 就有几个啦 一个嘛 Column 有没有 两个Role 然后再来 第三个是Index 再来就MID 再加LEN 哇 光这个 这一题的公式哦 总共呢 就使用了五个函数了 ok 而且你每个函数都要熟悉 如果你假设你每个函数都不太熟 你光把这个公式做出来哦 哇 那就是一个相对是困难的 不过 工作上很多其实都大概类似这样啊 所以你们尽量 能够做到的哦 就是至少你在函数的使用哦 一定要熟练啊 不然的话以后工作怎么办 你如果把公式 这个公式做不出来 最后变成只能土法链钢耶 像这个32个人好了 你要把这32个人哦 变成这样子好了 如果你不会这个公式哦 那你怎么办 难道难不成要土法链钢吗 土法链钢是也可以啦 只是说 这也蛮浪费时间的哦 那大家建议啊 如果你不想要土法链钢的话 那可能就是用这个函数啊 试着把它做出来看看 ok 所以上个星期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 我们是用的是index 不过后来我又改成用index 有没有 这个是第一种方式用index 那后面的话呢 可以改成index 诶 这个index怎么做啊 上一半有讲到 这个我想你们自己再复习一下 甚至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 offset其实也可以哦 ok 其实能够做到的函数很多 那只是说你可能要自己哦 从哪 从那个 这么多函数里面自己挑一个哦 你自己觉得相对是简单的 但没有绝对答案 因为每个人习惯用的函数哦 后续都不一样 但是你自己可能要整理出一个方法 是你自己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ok哦 当然逻辑规则是一样的 可是也许答案不一样哦 我是觉得不一样很正常 你千万不要只是照我的方式抄哦 因为照我的方式哦 写是写的出来 但问题是你会变成被我的逻辑给限制住了 ok哦 好那最后的话 上个一星期还有做VBA VBA还记得吧 就是把刚刚的动作不要用函数 我就变成什么 我先一 先芬兰医师先输出这个公式 不是光输出那个数字 2到33 2的话呢 就再取资料 3的话呢 再在什么 再把这个前面的资料把它去掉 那就完成了 好清楚哦 所以上个以外我们又 把那个VBA给写出来 那实际上VBA的话 其实你说会比较难吗 其实你如果看一下 程式其实也不多 像 输出那个 号码的部分 程式基本上 就只有长这样 就是一个 缝回圈 那这个地方比较复杂 是会有两个缝回圈 那这两个缝回圈 其实指的就是哪一蓝哪一列 我的习惯是 用I来决定哪一列 从第二列到第九列 所以你就有点像填空笔吧 for I 我要输出的范围就是从第二列到第九列 所以填空二到九 对不对 然后蓝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这个范围 就是从 D D 这个是要改成数字 从第四蓝 再到第七蓝 所以你把这个四到七 变成一个for J 等于四到七 那将来 储存格 怎么表示呢 其实用Sales Sales就是储存格 那哪一列哪一蓝 你用I跟J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 你就后面加一个K给他 这个K的话呢 预设值等于2 也就是他从2开始 那每下一个呢 加1 每下一个就加1 所以底下的话 我们就是K等于K加1 如果执行的话 理论上就会出现这个表格 有没有 2 然后加1变3 加1变4 意思类推 如果有这个之后的话呢 我再把它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储存 这个跟这个最大的差别是 我把这个K K指的是它的 在这个范围里面的哪一列的位置 所以我就把这个列的讯息 把它放到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 B栏的储存格 就是B2 那意思就是说呢 把B2的资料呢 帮我复制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OK 这个好像上里面有特别强调 中间这个等号 意思是把后面那个储存格的资料 帮我复制到前面那个储存格的位置 然后把它输出 那这样你会发现哦 它就自动全部过来了 一个 这个 这样有点跑得太快 我把它 如果假设你要看那个细节的话 我是建议你按F8 好了 F8按一下它就跑一行 那你可以看到 当然你还可以透过 这个指的是这里 然后放什么呢 放这个资料 所以你这个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它这个资料就丢过来了 有没有 然后下一个的话呢 可以等于可以加1 就是把2加上1之后 再把它存回去 然后 这样来的话它就跳到这边 那这个时候追的话变5 5的话指的是第5栏 OK 第5栏的第几列呢 一样是第二列 52的话是这个 姓名 所以把姓名这个 里面的资料帮我复制过来 以此类推 所以你会发现 它就一个一个帮你复制过来 OK 其实道理差不多 但是这个是用VBA写的 OK 那最后的话呢 就把它全部执行之后 那我们一样 所以这个做法跟刚刚 这个公式 其实类似啦 只是说我们换一个地方执行 用VBA执行 最后一样用MID MID MID的话呢把它切割 留下我们要的资料 OK 那这里的话 我想请各位就是把 上个礼拜的这个重点 再复习一下吧 这一题的话 其实我觉得 还蛮 有些地方还蛮重要的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